瑞士知名汉学家圣雅律是公认的中国通 他在大学时便开始学习汉语 自1978年后 圣雅律几乎每年到访中国 亲身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变化 近日 圣雅律在瑞士接受了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1988年出版的《智谋》是圣雅律的成名作 详细介绍了中国三十六级 他认为无论东西方 三十六级表现的是普遍的行为模式 那么中国给我们提供一套三十六 三十六条计谋来选择 在某一个具体情况之下 哪一个计谋可能有帮助 我当时认为谋略等于三十六级 但是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 我慢慢意识到谋略比三十六级更广泛 谋略不是计谋 而谋略是比计谋更广泛 圣雅律认为想全盘了解中国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 就要研究谋略 谋略代表着长期规划和布局 只研究计策是不够的 多年来圣雅律发表大量以中国法律 中西方文化交流等为主题的文章 在2017年出版的《瑞士之道》一书中 圣雅律用中国道德经理的智慧 描述瑞士的治国之策 圣雅律第一次接触老子的《道德经》 觉得很陌生 是典型的中国人思维方式 到后来成都《道德经》 他改变了想法 九十年代我突然就觉得 《道德经》恰好是瑞士出世 瑞士这个国家出世的一种蓝本 然后最后我就写了一个瑞士之道 在这本书里面我用几乎一百条《道德经》的语录 从各个方面解释瑞士的出世的方式 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 圣雅律印象最深的是主要矛盾理论 及其政治实践 他认为中文共产党根据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 来确立政治路线 主要矛盾发生转化 各项具体方针和政策都相应发生了变化 譬如我在北大留学的时候 应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语录 大部分都围绕着阶级斗争 那个七八年以后的那个主要矛盾 也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 但是内容不一样 现在用了科技多么重要 或者将来工程主义社会很富裕 因此我们也要变成越来越富裕 跟主要矛盾的变化 这方面就变 还有很多政策都变 圣雅律强调 西方媒体等在观察和研究中国时 要设身处地和感同身受 并且意识形态和偏见的干扰 他们都是现象学的 从现象学的角度报道 他们把一些分别的 一些互相之间没有联系的事件 或者现象描写 描写的有的时候很深刻 但是他们就没有这个规范学的观察方式 因此我都觉得都不好 其实西方的报道 没有按它的价值 好 原来是死亡的优优独播放